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Telegram 你究竟是经常使用 或只是偶尔中用下 这个软件起初 在香港较为广泛使用的时候 应该是在社会运动期间 主要是因为 这个软件的加密功夫 比较做得好 也可以设定讯息 你发放了和被人看了之后 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会消失 现在的Telegram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群组 什么性质都有 特别是大家可以留意到 追星一族是用得比较多的 如果你有选择用这个软件的话 你是怎样用的呢 是不是辅助性质 或是全面依赖这个通讯软件呢 因为不少人都是用多一个通讯软件的 Telegram 是不是你经常用的通讯软件呢 政府如果真的禁用Telegram的话 或者这么说 他们真的能够成功禁用Telegram的话 对你会不会有影响呢 事源就是这样的 针对起底的行为 政府在去年就修订了个人资料私隱条例 由去年十月生效一直到上个月底 四月底 一共接获了368宗和新定下来的起底罪行相关的投诉 有66宗个案是展开了刑事调查的了 还连同警方是拘捕了六个人的了 警方就说截至到四月 合共是拘捕了八个人那么多的 港府发现透过Telegram群组 发放这个警队、立法会议员、政府官员等等人士 和他们的家人的违规起底信息 在今年二月开始就有一个死灰復燃的现象 在过去的七个月 公署是发现有七百多宗 有关起底违规的信息 而去年全年的有关起底个案 才是八百多宗 因此是一度再引起私隱公署的关注 私隱公署不是没有工作的 近日曾经发出三千多个通知 要求相关的社交平台 删除和起底相关的信息 大部分都是向Telegram发出的 最初都是比较合作的 他们都有采取一些相应的行动回应 但到了现在似乎没有那么积极 有关的平台就不是全数遵从这些通知 而采取行动 私隱公署他们将会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他们就说不会就个别个案的执法行动 作出任何的评论 又说会视乎有关起底信息的数量 和频密性去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 打击这个非法起底的行为 有消息传出来 说私隱公署正在积极地去研究 引用私隱条例第66L条 这条例就给了私隱专员权力去停止 或者限制市民浏览一些涉及起底资料的频道 但是在技术的层面来说 你只是停止和限制市民浏览相关的频道 是不是可行的呢 消息人士又表示封锁个别频道 在技术上是有困难 他们自己都知道有困难 那走不通这条路可以怎样做呢 最终或者是需要封锁整个应用程式 整个Telegram的这个平台 有意见认为处方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因为他们所针对的只是现有的私隱条例 向那些屢劝不恶改 未有移除不达要求信息的平台来执法 坊间仍然有千上万的通讯软件 可以取代Telegram相关的功能 不让大家用Telegram应该不会有影响 封锁Telegram对资讯流通也不会构成任何影响 假如私隱公署真的拍板封锁Telegram 相信对本港网络资讯自由 怎样说也好都会造成一定的打击 你很难保日后会不会有其他通讯软件 都会涉及起底的罪行 如果这些平台又不作出积极回应的话 那私隱公署是否都是用同一个实手间 同样都是引用这条法例来封锁整个平台 真是这样做的话 那些大众通讯软件 就会有可能剩下来越剩越少 那就减少了大家对这些软件的选择 而最重要的可能是 可怕一些科技方面的投资者 在香港做这个投资 对香港未必是一件好事 否则还有一个实际问题 当局都应该要考虑 Telegram的运作上是有少许特别 它不是用一个固定的域名 Domain 在网上传递信息 它是会不断改变IP的位置 一当他们停用某一个IP位置的时候 这个位置就会被其他的机构用了 假如私隱公署 采用这个有杀错没有放过的策略 一声命下就封锁使用这个IP位置的平台 就真的随时有机会杀错良民 杀错或者封锁错了一些无辜的网站 Telegram在2013年是由杜罗夫兄弟 即是尼古拉杜罗夫和帕威尔杜罗夫 正式发布的 杜罗夫兄弟是俄罗斯最大的社交网络 服务平台的创始者 这个网络服务平台叫做Wecontactor Telegram Messenger LLP 是独立的非盈利公司 设立在伦敦开发团队在杜拜 和Wecontactor是毫无关系的 尼古拉杜罗夫 为他设计新的网络传书协定 就叫做MT Proto 同时帕威尔杜罗夫 是用他的数码堡垒公司提供资金和基础装置 在2021年的1月 创办人公布每个月活约的用户数目 已达过5亿 在同年3月23日 帕威尔杜罗夫宣布 Telegram已经发行的价值是超过10亿美金的债券 在2018年的8月 Telegram修改了他的私隐政策 如果执法调查单位能够证明 特定用户的身份是恐怖分子 就会配合法院要求提供用户的IP 电话号码等等的资料 在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 有部份的香港市民就忧虑了 这个通讯软件的安全性够不够 在2020年7月5日 Telegram市场推广总监 接受香港英文的网媒Hong Kong Free Press 采访的时候就说 Telegram将会暂停受理 香港政府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 直至到立法取得国际社会的共识 又强调从来都没有向香港政府提交任何数据 要应对Telegram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8年他们因为拒绝 Telegram拒绝俄罗斯当局 想拿他们的加密金士 想要看到他们的数据资料 他们不允许 就被当地政府下令 在境内禁止用Telegram 正如先前所说 因为Telegram经常都换IP位置 俄罗斯政府为了要封锁他们 曾经封锁超过100万个IP位置 都未能全面封锁到Telegram 俄罗斯那边前年用了一个说法 因为Telegram 愿意协助调查 涉及恐怖和极端主义的案件 做一个理由 解除了Telegram的禁令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不少平台都已经被禁用了 Telegram虽然仍然是有反俄的信息 仍然都能够在俄罗斯运作 因为根本不能够按 按照这样看 私隐公署唯一可以做的可能就是 不断监察和不断不断出信 不断给通知Telegram 要求他删除涉及起底的资料和群组 实行行这个是麻烦攻势 用个烦字来犯他 一次不听 两次希望你听 三次听 希望你四次听 不断给对方讯息 希望对方作出回应 以收到这个政策的目标 一位港产AI股神 何文浩 Percival Ho 股票是什么吸引你先的呢? 原先是 是不是因为赚到钱呢? 最原先一定是为了赚钱的 我以前最初的时候呢 是窮到要问女朋友借钱的 嗯 你什么时候是开始去编写这个选股票的模式的? 怎样开始加入人工智能呢? 大概15年的时候 Alpha Gold出现 为什么叫Fenetic 是作出来的? 包括Fintech 就是金融科技 就是有一个动力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对股票的那种抗热 叫Fenetic 因为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我自己发展的 由2005年去到现在 我们每年都能够找到倍升股 比如 这就是我第一只选择的股票 去能够升到300% 我其中一只 这只 嗯 嗯 由2月去Brickout开始 去到12月 10个月左右 就升了1200% 011年呢 我還買了兩卡的戒指,就跟他求婚 有一件事我就想問,其實到現在是否老實說,你可以什麼都不做 其實我是真的不用工作都可以生活到的 我是真的很喜歡炒股票的,賺錢會是其次 然後我給這個遊戲有一種魔力,吸引著你 我很想找另外一個next big winner 繁榮的香港,除了看得見和整天聽得到的弱勢社群 你又知不知道每天走過你我身邊的 有多少是默默等待你伸出援手的人呢? 我以前走錯了,現在都是想做一個普通人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我 我最不喜歡就是放學 因為我看到那個時候我都在媽媽接 然後我只是醫治 那些人經常叫我看開些,說避開不要等那麼多便可以 但其實有情緒病,我也控制不了 我經常想幫助,但在我的韓國語上 是媽媽的 繁忙的香港,增分奪秒的生活節奏下 一班最容易被忽略,弱勢中的弱勢社群 其實極需要人同行支援 更生人士及他們家人,精神復原人士,少數族裔 他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需要社會各界人士支持和鼓勵 善導會在香港服務已經超過60年,邁向65 我們誠邀你正視這班隱形的弱勢社群 更希望你支持我們,用更多元的形象 為一眾弱勢社群同行 除去他們身上的標籤,幫助他們發揮潛能,貢獻社會 你永遠不知道他的轉身位究竟在何時出現 就算是一場硬仗,我們都會堅持 因為我們相信,捉住這個機會 你就可以改變他的一生 引你的支持 我們一起為每個轉身創造更好的未來 一起共建香港為包容而安全的社會 你的捐款對我們很重要 請支持香港善導會 新格絕觸碰 我用個性放鬆,化作一種奉勇 心結伴一種,求護者的奮勇 同行互免,以熱情散退冰凍 世界大概,似驚奇賽 白節未抬,恩你在 這女性在,你我熱愛 以這份愛,扮永覆載 心願如海 每個每一個人 每個每一個人 繼續抗擊你悟悟 你共我口罩下堅守這身分 放手,輕生 七百萬人 笛舞女就寄緊 你永不一個人 回報每一個人 我在你的附近 同行全靠俗 愛現在與愛連成約一 難過是昨天 來記住這天 棋盼在某天 能信夢有天 和你共玩守夢裏面 再次遇見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今天就是這麼多 我喜歡這裏講完這裏散 在這個散場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Mr.Expand 植物科學防疫噴霧四維噴 讓它裏面的齒子提取物 將飛沫細菌病毒 對聽的、不對聽的 通通消散了 那就放心吧 Mr.Expand 潔癖主義、好主義呀